欢迎您上头发起响 我是安悠奇 中二补选和临场所的罢免案 礼拜天就要见真章了 而突发起响呢 也将在当天晚上的同时段做live播出 来为您分析选战的结果 那也请观众朋友们锁定啊 而在选前倒数两天的激战呢 蓝绿双方呢 则是已经进入了项弄的肉搏战 尤其是民进党方面呢 现在不但服务院党总动员大举出动 而且还打出了总统排要力挺双0 林静怡和临场所能够顺利过关 可是呢国民党刚好相反 大咖通通不见了 而且呢现在呢独留候选人在拼战不说 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理由是呢 地方这个选战嘛 就把舞台还给这个选民还有候选人 不过呢这个网民也大酸哦 这个到底是选战策略呢 还是根本是丢包不想负责任呢 而在选前倒数两天哦 今天最吸睛的焦点 莫过于严亲彪传出气急攻心 挂急诊住院了 严家的说法是呢 因为有媒体打电话呢 问严亲彪 说严亲彪母亲的坟墓 是不是合法的 所以呢孝顺的严亲彪呢 这个瞬间血压标高 气炸了 那家人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健康 所以呢就让他挂急诊住院了 而这个事情呢 也马上在网路上引发了激烈的论战 那严宽恒呢 甚至呢 这个还搬出了跟柯妈的这个巧遇哦 再提到这件事情呢 说这个柯妈呢 只是因为哦 看到严宽恒不舍 她是个被欺负的小孩子 那如果呢 这个柯妈因此而受到了 这个网路的这个攻击哦 所以严宽恒说呢 大可不必哦 但是呢 严家这一张张的悲情牌打出来 在最后的关头 到底能不能够奏效呢 而民进党主打严家的土地争议 还有形塑的 严宽恒就是一个身价上 以为鉴拆不完的年轻人形象 这个策略又到底能不能够激出 年轻人的返乡投票热潮呢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梅田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财经专家邱敏宽 又齐好 大家好 台中市政府前新闻局长竹冠婷 又齐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盛民长台北市议员苗波亚 大家好 资深梅田黄光琴 大婉 资深梅田康仁俊 大家好 好 我们就来看倒数两天了 中二补选的大战 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巷战当中 好 我们先来看 这个选前之夜 民进党方面 这个府院将会三巨头来相挺 不过这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传出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苏贞昌取消出席了这一场造势 那这个国民党的选前之夜 严宽恒则是要大家通通都别来 说这个总统是全国的总统 不是林静怡的总统 像我就会在杀戮办造势 先财不行的方式 在上台来谈选举心得 而且他说这个助奖的人 还在邀请当中 所以外界最关注 那卢秀燕会不会到呢 那韩国瑜呢 可是被问到韩国瑜的时候 严宽恒蛮妙的 他笑而不打 那朱立伦呢 朱立伦是党主席总该来了吧 不过朱立伦说补选是地方选举嘛 不是政党对决啊 所以那天我会留在台北 把舞台还给严宽恒和选民啊 但是呢 选情这么紧绷啊 这个党主席不来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严亲彪更照得住吗 据说严亲彪下军令啊 这个地方人士说呢 因为绿营大撒兵的 这个巷战策略奏效 让严家很吃惊 所以为了防止被反扑啊 严家就召集了这个动员会议 要组织干部 必须冲出更多的票啊 上报则报导说呢 严家还要求 尽可能把医院和疗养院的 这个长者全都再出来投票 每张票都不能放过吗 好 但是呢 就在这么紧张的时候 传出飙割气急功心 这个送急诊啊 这个呢 是有这个自称 静怡大学的学生的Dcar爆料 说呢 看到严亲彪挂急诊啊 那严家的幕了解是说 因为呢 是有媒体打电话来问严亲彪 说严亲彪 你母亲的坟墓是不是违见 让这个孝顺的严亲彪呢 瞬间暴怒大骂 连温目围这个坟墓都不放过 接着他脸色胀红 所以家人担心他的健康 赶快送医啊 那林静怡呢 也蛮低调的啊 林静怡说呢 这种爆料不好啦 把别人生病最狼狈的样子公开 也不太好 侵犯个人隐私嘛 那他希望呢 严董能够早日康复啦 好 那严宽恒呢 则是再提 他巧遇柯妈的事情 说呢 这个柯妈 是因为说 不敢这个严宽恒 好像看到一个被欺负的小孩一样 但是如果柯妈因此呢 受到网路攻击 他说大可不必啦 好 但是这个先请教他这个冠婷啦 这个你怎么看这个台中 中二补选这场选举 站到目前为止 最后关头 你看这个严宽恒 国民党的通通不要来 那国民党来到底是有多么的扣分 然后呢 现在这个站到这个目前为止 而且呢还包括了这个 严宽恒还打出一个悲情牌 什么呀 在这个这个礼拜不是有说 那个黄昏市场 以涉及为鉴吗 严宽恒说 这个市场的自治会跟我陈情 他还特别到了黄昏市场 说快过年了 他们好怕哦 因为选举现在说拆就要拆了 我做不了生意了 我会不会过年前我就失业了 所以请绿营啊 放摊上一条深路吧 怎么看这个严宽恒的反击 是在两天就要投票 那这一次同时有两场选举来发生 一场是在中二选区 当然众所瞩目 现在看起来府院党的高层 大家都会下去替林静怡支持 然后替他吹票 那当然苏贞昌院长最新的讯息 是讲说因为疫情 那他取消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正确决定 镇守我们国门嘛 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疫情 然后能够控制 那另外一边是中正万华区 林昌佐的罢明案 其实这一场对我们来讲 也是非常多大咖会前去 所以民进党现在就定调 希望双0双赢啦 这两场选举在最后一天 应该会把希望把气势拉到最高 那国民党的状况当然大家就有点讨论 其实上一次是国民党的重心 一起去支持盐宽是什么时候 其实上一次已经是11月9号了 已经到11月过完 12月到现在1月份 所以这几个月以来 其实林昌有一些国民党人士 有下去帮忙盐宽衡 但主要还是靠盐家 自己在这边打这场选战 那选前之夜 据我们现在得到最新消息 是应该会以台中的一些党内的一些要脚 国民党要脚为主 所以大概不外乎 大家认为说可能是 盐宽衡会不会出席是一个指标 那可能就江启臣 杨琼英 这些台中在地的立委 可能会去支持盐宽衡 那盐宽衡现在确实是面临到一个窘境了 因为这一两个月以来 大家对于盐家的一些检视 尤其是盐宽衡他所拥有的 不管是财产 还是说违建 还是说公保地 还是说是国有财产署的一个 土地上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跟台中市政府 都有一些关系 那过去这两个月以来 盐宽衡呢 他除了很少数的有几句回应以外 大部分都是只回两个字 就是谢谢 所以他选前之夜 如果说太大力的去给盐宽衡 全力支持 其实市民会有个疑惑 那你前面都讲谢谢 这个时候你在全力支持 那过去这些疑惑 你都不理他了吗 所以我觉得盐宽衡确实是一个指标 那过去这段时间 当然盐宽衡他个人的声望 不管是信赖度还是满意度 确实从各方的民调 是都有在下降 那因为年底盐宽衡自己要选的 那这场中俄选举的选举 对他来讲当然也是重要 因为台中市 其实过去这几年来 大家都有开玩笑讲说 好像盐宽衡是盐秘书 盐家是盐市长 会这样讲的原因 一方面是戏称 很多事情配合盐家 可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是盐家 他在在地的影响力 因为当时盐宽衡市长 会赢得这么漂亮 除了大环境的影响以外 盐家确实也是很努力 出了很多力 那这个部分到底在最后 这个盐家的关键时刻 盐宽衡会不会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那回来讲一下 国民党的大咖 我侧面的了解是这样 其实没有到大家讲的 那么嫌弃 就是说盐家 当然是跟国民党的沟通之后 是不是说 叫你完全不要来 没有到这种嫌弃的程度 可是是经过理性评估之后 认为说真的来 对他们加分也有限 靠我们自己就好了 所以其实就是靠自己 这是最后他们讲了三个字 我们顺便了解 那这场选战看起来 从头到尾 也确实是打了这个主轴 所以看来会到最后一个 应该还是一样 那从朱立伦的最后谈话 也可以看出端倪 他认为说 让就是盐宽衡他们自己打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最后 讲切割是比较沉重 就是反正就是台中 你们盐家好好的打 我觉得这是后来他们的一个状况 那确实这几天我们看到 台中大概他们把空战的部分 现在就是锁定在 他们也在反攻嘛 你看到这几天黄昏市场 这本来是一个争议 那简单来讲 就是说有一个三顶角的市场 这片土地的所有人是盐宽衡 那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是 当时在2015年建造的时候的起造人 也是盐宽衡 他在2015年的1月施工 在3月的时候完工 那后来呢 在4月的时候拿到了使用执照 但是其实比较奇怪的事情是 这间黄昏市场 他有了这个建造使照 可是上面建的建物 对不对 花了几百万建的 这一个黄昏市场的建物 可是他没有去申请 所谓的建物的一个登记 好 这个美杠在哪里 简单来讲就是盐宽衡的财产 你只会看到他有这块土地 可是他并没有持有上面的建物 对 那这个部分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过度猜想 简单来讲就是反正有的财产看不到 可是这个土地是他的那商质建造也是他 那现在被发现说 有仪式违建的一个状况 那严官人他们 我认为他们确实有反手围攻 反手围攻的点就是说 他不去跟你讲说 这个违建是怎么建的 但是他告诉你说 我这些摊商的生计要顾 那有摊商跟他成情 很怕说以后被拆掉 那因此他就把便衣场 其实是一个公关的处理 他到现场然后找这些摊商 然后出来跟大家讲说 我们很担心他们生计 那这确实有用 因为本来是他们严加自己的利益 你建的一个访问市场 你的土地 那现在你把这些人民 拿出来在你的面前 我觉得这个策略 就跟他最近在处理几个争议一样 像最近被踢爆 就是台中捷运栏线的正英段 其实这些其他细节 可以晚点来谈 但关键是 他把这个征运到的捷运站 入口就开在你严加的土地上面 说实话 我们今天在做很多明代 任何一个明代被这种争议检视 我说真的没有人可以活得下去 因为你争取了半天的捷运 最后捷运开在你家的土地上面 那个增值至少是十倍以上的一个增值 因为台中市政府就讲 他要把它变为 从停车场用地 变成捷运用地 那未来就可以做联合场站开发 所以这个状况 你看他怎么处理 其实跟这个航空市场一样 他的处理方式是 他找了附近的地主出来 然后严厉明他开汽车会 然后把地主找来说 来阿伯 你告诉大家 你有没有土地在这 然后跟大家讲 我们有土地在这有错吗 可是他不会回答你的是说 别人是视聚在这里 很多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传给他土地 可是他们那一块 在捷运上旁边的土地 是2005年才购买的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他们现阶段的一个策略 那最后我要回到 就是说他们最后的一个阶段 确实他们已经把这个票数 有算出来了 那其实这个数字 大概最后就是够票 够票套 就是票桶一个票桶 他们传统上 过去这几十年来 大概的选战台中 跟他们有交手过都知道 就是比方说 这有一百个票桶 那这一百个票桶 每个票桶 要开出多少票 那这一个礼 我们有我们的组织 跟装脚对不对 好比方说某一个礼 他体下有一百个装脚 那你每个装脚 五十个名单开出来 那你这五十个名单之后 你要在最后时间 不管打电话 叫他来投票 还是说 可能到了中午的时候 你发现这些五十个 你的朋友还没投票 那你要去帮我负责 把他吹出来 那最后就可以统整出 我到底可不可以到最后 安全过关的这个门槛 最后他的权力 就是用这个组织 然后他们最强的 这个绵密的状况 会去吹出这个票 那反过来 民进党先来策略 当然就是打这个 有关于正义的部分 不管是土地正义 居住正义 还是侵占国有地 这一连串的争议 最后说希望让大家认为说 你要不要继续让 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继续让这样子的一个 因为政治力 然后让他们家族 可以变更富裕 我觉得这两边的轴线 现在看起来已经很清楚了 应该在未来的两天 也不会有所改变 那谁赢谁输 就两天之后就会揭晓 不过就问一下柏亚了 这个当然 言欢恳巧遇 柯妈这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引发关注 因为这个2020年的时候 这个民众党 在中二选区这一边 是拿到了两万张的政党票 所以他跟柯妈见面 到底对这个选情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言欢恳是再提到说 说这个柯妈 他跟巧遇 只是他因为巧遇 看到言欢恳的时候 瞬间觉得很不甘 觉得他是一个 被欺负的小孩 他今天又在提这件事情 说但是如果大家 因此攻击柯妈的话 他觉得大可不必 那另外就是 这个有自身 静怡大学的学生 在D卡尔的爆料 哇 言清彪气急功心 这个住院了 那你怎么看 这一个事情 当然这个在网路上 当然引发论战了 有人就讲说 怎么这么过分 把言清彪母亲的这个坟墓 还要也要拿出来讲 那可是有网友说 这个戏是不是演得太早了 你怎么看 国民党的这些重要的人士 到底什么时候 才要全力的来 为言欢恳背书 来拉抬他 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 当然很多说 卢秀燕 已经跟他同框好几次 可是问题是 卢秀燕 跟他同框的时候 有没有说 请大家投为言欢恳 让言欢恳来动算 这个大家都注意到了 很保守 朱立伦 国民党主席 一个主席面对到 这个立委的补选 他竟然切割说 哎呀这是地方型的选举 所以不关他的事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现在朱立伦是宣誓说 往后国民党中央 只要管总统选举就好了吗 立委选举他都不管了吗 这个听起来 难免会觉得说怪怪的 为什么朱立伦 就是不肯在此时 这么紧要关头的时候 要显示说 国民党对言欢恳 这个候选人有绝对的信心 尤其是现在言家遭遇到一个 他们前所未有从来没遭遇过的事情 就是全国的瞩目焦点在他们身上 那到现在倒数计时的时间 其实言家应该把握机会 把这些争议一一的厘清 其实他如果一一的厘清 何尝不是一个好的反击呢 从105号码头到这个清泉岗 到现在这个正英站 以及他的招待所的违建 和他的住处的违建 这些事情已经这么多个月了 都还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难免会让人家觉得说 他这个正脚是不是已经乱 然后包括说 昨天又传出来这张 疑似是这个彪哥 躺在病床上的照片 其实也很怪 为什么我说怪呢 当然如果是真的彪哥 他这个言清彪董事长 他去住院 我觉得基于一个人性的立场 这个不要去区分党派 一定是祝福他 要赶快早日来康复嘛 要在家里面多休息 没错嘛 可是问题是他后续的 这个种种的反应 马上又到网友觉得说 这好像不是很自然 包括说来留言的 哇几乎都是清一色 来自同一个大学的 都没有别的来留言 而且我有注意到说 当他的留言跟战术 还很少的时候 这件事情又跑到新闻上面去了 一般来说网路上面的东西 一定是有人先爆了一个料 很多人关注之后 慢慢才会有 这个新闻媒体注意到嘛 那这个新闻传得这么之快 然后出来之后到现在 一开始Poward的也三文了 那完全没有办法解释说 如果说今天 严青标董事长他去住院 为什么医院会把他放在一个 随便的闲杂人等 都可以拍摄到他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在周遭的人 就是让一个人拿着手机 在那边拍摄严青标董事长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当然严慌恒今天出来讲 他好像是要做一个收尾 就是大家他最关心 这个他父亲的身体健康 那林静怡的回答 我觉得也算是四平八稳 说这样揭发人家隐私是不好的 祝福严青标董事长早日康复 这个就到这里 可问题是 你在选前两天跑出来这个之后 到底对于严宽恒这个候选人 他要改变选民对他的观感 有什么样的帮助 严宽恒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有很多的选民 对于他这个人担任立委 他的品格跟他的能力 是打上问号了嘛 所以为什么民众党要挺严宽恒的时候 还要保持距离的挺 假设今天民众党要挺严宽恒 为什么他不能大大方方的说 对民众党就是支持严宽恒 民众党没有提名自己候选人 他可以支持严宽恒 也可以支持林静怡 也可以都不支持啊 可是为什么他要用这么迂回的方式 派出党主席的老年迈的双亲 从新竹跑到沙路去拜拜 然后还要坚称是巧遇 还不能承认说有约好 还不能承认说安排好 为什么 因为严家在地方的派系势力 还是很香 可是呢 严宽恒的形象出了问题 所以变成民众党要去挺的时候 还要这样搞这样 爱爱妹妹的 以前我们也从来没看过说 要支持一个候选人 竟然要支持的这么委婉 那所以严宽恒应该知道说 他的形象 他的能力 他的品格 因为种种说不清楚的争议 现在是受到 尤其是年轻选民 或是中间选民 极大的不信任 那你说民众党会不会为严宽恒有影响 有些人讲可能加一两千票啊 就改变战局 不能否认这样的可能性 可是长远而言 柯文哲搞这一出叫做黑白配 对于民众党的这个白色力量来说 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其实我觉得答案倒不一定 那你说民众党会不会为严宽恒有影响 有些人讲可能加一两千票啊 就改变战局 不能否认这样的可能性 可是长远而言 柯文哲搞这一出叫做黑白配 对于民众党的这个白色力量来说 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其实我觉得答案倒不一定 难道柯文哲真的觉得说 他可以带着年轻人去支持严宽恒吗 还是严宽恒反过来 把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人吓跑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整个中二的补选里面 当然选民还是要回归到 去比较候选人的本质本身啊 那这些政治人物算来算去 其实我觉得人算不如天算啊 人为的操作不如让选民来判断啊 其实当他倒数两天 按部就班了 把该做事做好 把该解释的争议解释好 我觉得这都比演这些政治戏 来的有用得多 可是问一下任俊 颜亲标这件事情 妙在什么地方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严宽恒的态度 他第一时间不想回答 第二时间呢 他就马上讲说呢 他说 他说有谁会拿自己父亲的身体健康 来做这种宣传 看起来呢 他是不想把这个事情放大 感觉上 那林静怡的这个部分也很妙 林静怡这个部分呢 这个爆料不好 而且你发现 如果是按照民进党的习惯 这个事情早就把他打得铺天盖地了 这个 这还不酸吗 因为之前民进党就已经讲了嘛 他选情一定做悲情操作嘛 可是今天民进党一片静悄悄 然后林静怡的说法是说爆料不好 那希望严董早日康复 看起来双方都非常的克制 在这件事情上 为什么 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对险情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过去选在里面 如果牵扯到身体健康的 然后被拿来作为操作 基本上操作方都不是一个 得到好的一个评价 这个也是事实 因为过去几次里面 我们都看到 有些人会拿身体的状况出来讲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 我先讲林静怡的回应 因为他有讲 就是说希望他的身体好 但是他里面有几句话 我认为是有寓意的 有寓意的 比如就是你现在抓出来这个 他说把别人生病最狼狈的样子 这样子公开 当然他讲的是 我认为他当然明着讲的是说 你今天这个 因为是说有人说 看到一个 我有看到那个PC上面写的 他说我看到这个 他用他绰号 好像是他这样子 是不是有人 也可以follow这个新闻这样 所以他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把这些个人 隐私什么什么都公布出来的时候 不是一个好做操作方式 可是这里面就回到了 就是说外界在看 这个在低卡的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他们是锁定说 有一些回应的 或者什么都是某个学校的学生 那这里面大家会 有些人会比较会觉得说 奇怪那为什么是这么刚好 甚至有人讲说 那以延青标的状况 他就算他真的是生病了 或是怎样 怎么可能会跟隔壁床 还有人看到他 还有什么谁谁谁 在他隔壁床这样 那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当然了 如果你从农选举的角度 上面去看 他确实会有一些被想象的空间 这个也是事实 为什么 因为其实延青标 在上次延宽恒宣布参选完了之后 就那一天 记者会的时候 标哥其实是有出来讲说 要撿什么 可是之后你会发现 完全没有延青标的新闻 就是说这个选战的过程 到今天为止 其实都是延宽恒一个人 在前面打着 延青标基本上没有出现 可是到前两天的时候 开始有新闻就出来了 就是有人就讲说 你看有什么延青标 有帮忙有发简讯 甚至有去拜访民进党的里长 或者是什么的 那看起来等于是在选战的 后期的这一块 有人刻意去寻找或者操作说 你看延青标 其实要回来介入这个选举 所以今天的这一个被爆料的 那个时间点上来 确实会让有一些人 有这样的质疑 可是对于参选者本身 包含林静怡本身 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 去做操作 所以他唯一最保守的说法 他只能说 我希望他的这个升级之健康 我认为这个是OK 可是你看他那个话中有话 基本上我认为他是一有所知 可是回来看了 就是说我也不认为 就是说好 如果今天真的选战 要走到说打悲情 或者是用这样 说拿这个事情 严官员的回应 我认为也是正常的 就没有人会拿长辈的事 可是你知道选战 台湾的选举 尤其以蓝绿来说 大家在选战的策略 大概选前会走哪一步 我会老实讲 大家也都经过很多的选战 那这一次的 在中俄选举的这一块 比较特别是双方 我在讲 严宽恒阵营跟林静怡阵营 其实都在上演一件事情 我是小虾米 你是大鲸鱼 你不觉得在选战里面 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吗 林静怡作为一个挑战者 她说我是小虾米 我到中俄这边 我看板也没办法用 大家看到我都不敢支持我 为什么你好大 我好怕 严宽恒阵营现在不也在做这件事吗 你看你民进党 所有请全国之力 所有大家都打我 你们好大 我一个人 我好怕 所以我也是小虾米 你们这个府院党 全部都进来 弄了大堆头 就是打我一个 你看到这段时间 不是也做这个操作吗 所以双方都在这个补学里面 去做这个操作 就是说其实我是弱势的 你们对方都用强大的力量 民进党诉求的是 你是在地的力量强大 那严家看起来策略是 你是举全国之力的强大 所以我认为当今天 严金表这些 你知道今天还有人传 说那会不会选钱之业 是彪哥也出来 就像以前大家讲说 到了那一天的时候 彪哥出来 跟大家拜托什么的 会不会诉求这个悲情 我讲政治上的操作 跟政治上的联想 本来在这种事情上就会发生 那我觉得大会基于善意 就是说觉得说 他有需要去做这种操作吗 因为我老实讲 当你政治人物做 如果今天真的是有人 要做这种操作 对这个年头的 悲情牌还有用吗 我跟你讲 这只能操作一次了 这种悲情牌 只能操作一次了 你要第二次以后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要看 这要看自己本身的这个想法 但我对于刚刚就是说 当朱立伦的那个说法说 补选是地方选举 不是政党对决的这件事情 我老实讲 他出自于一个叫国民党 党主席的这个嘴巴里面 我真的是非常的错愕 你知道吗 补选当然是政党对决 怎么会不是政党对决呢 是啊 这个时候变地方选举 那以后全部都是地方选举 你们国民党都不要动 对啊 那你告诉我 都还给选民 那你告诉我说 不是地方选举 大概只有总统选举 不是这样 他当然是一个蓝绿的对决 那我认为朱立伦 用这种话来讲 他其实是因为外界一直 直言讲说 你党中央怎么都没有进 所以他用这个巧门去闭 他说我不要行诉这一个 不要把这个事情给弄到 好像就是我要出来 我也老实讲 朱立伦如果你真的到 那个现场去的时候 你能够拉抬到多少地方的选票 我认为他们党中央 自己也评估过 实际都比较保留了 所以当一个政党的党主席 出来去讲说 补选不就是国民党民进党 跟另外三个 总共五个 五个 讲清楚 五个五个五个 就是大家在这里面 征选票的过程 当然是说 那你罢免 罢免是不是地方罢免 那是不是政党对决 那你们当时国民党 在搞罢免的时候 是怎么搞的 你们一大堆 还把那个北部的议员 也都拉下去 那时候就不叫政党对决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 当今天把这些事情 放大回来看的时候 会让大家比较好奇 就是说 好 严家现在打一个 这样的一个选战 是不是也是说 因为我是小虾米 所以我告诉党中央说 你们都不要来 你们大咖通通都不要来 你们这些人都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来了 也没有帮助 我不知道 但问题是从选战的 一开始到今天为止 你确实会发现到 蓝营的人 面对到中俄这个选区 可能因为严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有些东西必须要严家自己面对 可能有一些的事情 到今天为止 其实一直没有厘清 所以你确实会让大家 会感受到 就是说国民党的党中 在这一次的普选战中 不像你们之前 在罢免案里面 那么的沸沸扬扬 那么的大张旗鼓 甚至这样 你还记得当时在 第一次罢免 称博为减空之后 国民党你们怎么喊的 你们那时候不是 意气风发吗 你们不是接下来冲公投 又干嘛的 你们全部都要喊打喊杀 那也是你们党主席 自己喊出来的 对啊 那个时候怎么不觉得 是地方的事 我跟你讲 那时候国民党就像 政治爆发户你知道吗 因为他前面觉得说 我天啊 我们一直死气真真 一直觉得被人家打打打打 终于你看赢了一场 你看那时候意气风发 结果什么时候转折 公投结束完了之后 你还记得当那个时候 他们是怎么说的 你们为什么没有下去 帮那个盐宽恒 因为现在在忙公投 公投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投入下去 他们了 他们就会投入下去 这是当时国民党讲的 公投完了之后 你告诉我国民党 集了多少的力量进去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 在这个选战上面 我认为他们也不能讲说 都没有沟通 因为看起来确实 私下有些联系 虽然一开始联系状况 不是很好 你看像朱立伦一开始说 跟这个盐宽恒见面 结果就传出来讲说 盐宽恒不满 说你们怎么把这个 都认为是我们应该 要打的这个战争 好像切割得很清楚 那到了后期的现在 盐宽恒定调了 是说OK 我就打一个 一个小虾米的战争 因为废宏太是有打去的 废宏太是说 我们这些立委 可以下去帮你的忙 他们说不要的 是啊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好像国民党 在这个选战上面 会让大家觉得 好像每一个人 都好像想帮忙 可是好像每个 都帮不上忙 或是每个都没有帮到忙 甚至会不会有人去 不容易帮了忙的 就扯后腿 就变成真的帮到忙 那至于选前之夜 我也讲实话 全家都出来动员 这也不是什么 奇怪的事情 那只是会不会 让大家有这个联想 那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是 大家心里面会有一把词 不过也问一下这个学伟 这个言清彪 这个挂急诊住院 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有一点怪怪的 不过确实 这个地震局也出来讲说 真的有媒体打电话 去问这个言清彪 妈妈目的的这个事情 好 那另外一方面就说 那如果说 从选战操作上来看 其实这段时间 民进党在预告 最后一刻搞不好 言清彪还会下跪求选民 所以打这个悲情牌 那会不会到底 这个时间点这么笨 打出这个悲情牌 所以你怎么看 好 那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坦白讲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你的网络上你讲说 你这个戏也演得太早了吧 所以你怎么看 这个到底会不会有影响 那目前整个中卫群 现在已经进入到 这个巷弄的这个肉搏战了 这个打下去之后 现在据说 这个绿营大撒兵的巷战策略 是让言家非常吃惊的 真的是这样吗 你怎么看 当然不是这样 现在什么巷弄策略奏效 根本都没收 现在就是车队在游街 能够划多少算多少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目标的话 你车队下去游的话有意义 现在只是增加曝光率 那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地方人士到底是谁 讲得很奇怪 而且他现在讲说 言家要求 尽可能把意愿和疗养院的长者 全债序来投票 说到没输 好像言家在 中二选区 会白天会赠队 对不对 那全部的什么 那赶快媒体赶快去拍 看那天医院 疗养院 有没有长者 推着 插着那个管子 有没有 掉着点滴出来投票的 赶快嘛 你今天如果没有 带相当的人数的话 你觉得这些人 推出来有用吗 对不对 你要拆这些人 你还冒多大风险 你要动员多少志工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也很想看看 这种奇景 对不对 难道这些老人家 在里面 他想说 我去投个票之后 我手会严肯 才会劲力 对不对 又不是神机在线 对不对 所以讲得有点扯 而且现在 我还有人跟我爆料 说什么 他们不在家 要小心身份证 不要放在家里面 印章不要放在家里面 为什么 家里面的人 会被里长拿去投票 我也很想看看 我在讨新闻 对不对 三十几年 这个汇选的手法 爸爸款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看过说 像现在讲的这种事情 还能够把你的身份证 印章拿去帮你投票的 这个选爸爸规定的话 你要动员多少赶死队 你今天帮你 你还要貌似长得很像 对不对 不然你叫是 这个省份人员 在新闻全体都免费 你有没有去投过票 真的是鬼扯淡 对不对 我们以前看到说 什么停电 票鬼整个被调走 或者送到后面 有没有 整脚回头 放在家里 对不对 这种我听过很多 还有那种什么 摄影的 你没到 你去看看 对不对 你今天出来 你要想尽办法 要亮个票 对不对 折个脚 或者干什么 这以前手法真的很多 可是说实在 在现在这个年代 还有这种事情 我实在是不相信 那你说 严清彪 彪哥现在他住院 这件消息 是不是在打悲情牌 对 我是觉得说 这个悲情牌 真的每年都有 我以前从跑新闻 30年 大概看过 上百个悲情牌 以前是什么 生病 被关 下跪 以前严清彪 也曾经主拐上出来过 对啊 问题是有效没有效 因为悲情牌 早期真的有效 尤其是政治者 受难者家属 对不对 很多很有效 对不对 可是效应 后来是慢慢在递减 你说你今天严清彪 选举选这么久了 选这么多次了 对不对 你现在打这种悲情牌 而且说实在 他没有大吵 大做文章 对不对 他就是把消息摔出来 然后到最后就是什么 信者横信 不信者很不信 就是这还是这种道理 对不对 那我说实在话 在选前投票的 前两天三天 你丢出这个东西的话 真的影响触及的不大 那你看那严清彪 说实在话 他以前早期 他很早以前 在省议员阶段的话 三高就很高了 那血压一床 都飙到220 240的 真的 对啊 那时候血糖也很高 对不对 所以甘子数也很高 他之前还跟我讲过说 他甘子数八九百 所以他不够抄落 可是我跟你讲说 地方上人是说 他真的把这一次的选举 当作是他们严加 黑派 在中二选区 能够政治势力的延续 所以我在讲说 他也看得很清楚 他跑雾峰跑很勤 为什么 因为在雾峰这个地方的话 以前都是小营 几乎没有占到什么优势 所以雾峰如果能够搬转 把一些地方势力 挺绿的地方势力 他可以把它扭转过来的话 他在雾峰就可以 拉开差距那种选票 为什么他不去雾日 很简单嘛 雾日那都是外来人口的 都躲在那里面 你要去找什么 你弄去每个社区 去给他敲门 按门拧嘛 对不对 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今天这种选举 我是觉得林静怡的回应 我是给他称赞 相当称赞 因为他自己本身去医生 病人的隐私 本来就要照顾好 对不对 而且他希望说 严董早日康复 即使他对严家 有千万种不满 对不对 可是这个时候 你样子总该做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叫做大气 政治人物的一个气度 可是我看一下 现在民进党 他的很多的策略 就是打空战 打到极致 我常常讲说 民进党这次很明显 就是说 我空战真的 是要给你轟轟轟轟轟到 遍体鳞伤 焦土政策 可是我觉得这个政策 真的是对的嘛 我一直在呼吁民进党说 林静怡这次选举 没有凸显他的个人特色 没有凸显他的政见 没有凸显他的 他的立法院问证的 那个趋势 你就只会一直打空战 而且打到空战 还不仅他一个 民进党一路而已 是十几路人马下去打 而且打到空战 还不仅他一个 民进党一路而已 是十几路人马下去打 那打到最后 你是模糊了很多的焦点 我就跟你讲说 这次空战追究还 终究你知道 空战再怎么轟炸 你还是要回归入战 就像我们天天都在讲 同样的道理 中共现在飞机飞 飞弹数量赢台湾多少 每次都讲说他飞弹一起丢 一千多枚飞弹对着你 把你整个岛都打掉 把你整个飞机来 全部轰掉 那有用吗 你陆军没有办法登陆的话 那叫做互相残杀 对不对 这个我们知道 用在中共两岸的理论上 大家讲的头头是道 可是说实在在选举的时候 为什么都相不清这些 中俄选区蓝绿基本盘是相近 那空战受影响的因素更多你知道吗 你打不多打不过精准的话 自己也要受害 另外打在山林角黄温市场好了 那黄温市场摊犯怎么办 现在严家聪明 他脑筋转过来 他就去找那些摊犯 找那些居民 那附近的居民怎么办 他告诉你说我是空地出租 改为政已经自己去 不然你把他拖掉 拖掉拖帆就没事情了 就没生意了 没法吃饭了 你附近的人要去买菜 你跟我说 所以就跟你讲说 打这些东西 真的你就要想清楚 那个后座力是在哪里 不要狂打头 一直打打打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选举到最后的话 说实在路死谁手 真的是还是投票出来才知道 不过光晴说实在的 因为对严宽恒来讲 我现在当然不希望政党对决 对我不利嘛 所以你们什么朱立文要来 你们大开来 我通通都不要 可是相较于严宽恒 你越是不要 当然我是你的对手 我越要 所以你看到 这个府院党都下去 现在整个中卫选区 热闹滚滚 几乎这个 每一天你都可以看到 立委们轮游来帮这个 林静怡站台 可是相较于严宽恒的 这个行单影子 现在就只能够靠 靠老爸的这个人脉 跟以前的这个选战经验 这个仗打下去的话 你怎么看这样的状况 而且国民党还有一件事情 别忘了 霸场的事情 现在国民党自己在闹分裂 党主席在中俄也不见 然后闹分裂 你党主席怎么该出来了吧 这个朱立文继续当隐形人 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好中俄补选 两边态势截然不同 那不要怀疑 严家早就跟国民党说 这一次的战役严家来打 这可以解释一切了 那昨天碰到国民党的人 他们私下也讲说 不是他们不去 是严家早就跟他们讲了 就是说他们自己家来打 严家的盘面是大于国民党 而且怕选举有变数 以前的国民党人多嘴杂 各出其招的话 那严家没有办法控制 那严家是靠基本盘 那简单来讲 这一次的选举人数是295,985人 那我们就看如果投票率是低五成以下 那胜负就很明确了 那如果是投票率高于五成 那我觉得就一面也出来了 我们不讲个人 所以投票率是个关键 那如果我拿这个中俄选区 上一次2020的投票率 在总统大选整个计划情况之下 中俄的投票率是77.20% 对 很高耶 陈柏惟就高出了 严宽恒是5073票 那我们如果再拿 陈柏惟被罢免成功的 投票率是51.72% 当时候严宽恒 如果我们把不同意 跟同意票分成两边的话 那同意罢免 陈柏惟就把它等于是 严宽恒的票好了啦 那当时候是同意 罢免成柏惟的票 是高于不同意 是高出4466票 那所以一般闲认为 闲认为都这样认为 说投票率它是个关键 但是选前最怕有变数 所以林静怡她在防什么 她在防他们打悲刑牌成功 静怡自己是一个医生 我怎么可以被 那个看待病人是口出恶言 她毕竟是个 在行诸以外的 她毕竟是一个病号 我作为医生 我为了我的选举 我骂她吗 我讲难听话吗 她做不出来 所以她不能有出错 所以她防变数 对不对 就算对方是打悲情白 如果只是很纤维的插线 她最后下去的话 那不是很惨吗 那所以在 另外我们看几个变数 考试再加上这个疫情 升温了 你就看这是其中一个变数 那它会影响什么 你返乡投票 会不会叫你不要动 或者你因为考试不能动 跟你那个返乡原先 总统大选 那当然是不能比 所以这是一个变数 第二个变数 我们就看说 民众党刚刚柏雅有提到了一些 民众党在2020的基本盘 是两万八千多票 那如果你差距双方只在几千票 一来一往 你看柯P现在还在打林静宇 两边互打 什么 他如果骂林静宇 原先要投林静宇的 他搞不好改投 这就是我讲的一来一往的 这个差距 我本来这边要给你几千票 像我停了就少几千票 那更何况这几千票可能搬动 我就是每个区 我假设你明明就 颜柯哥你差几百票 那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每一区的 几千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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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算把尾数挪给你 这个很关键 所以这是第二个变数 第三个变数就是镇英站 镇英站看到周边的居民 那他们到底是 倡议刚刚卓冠婷讲的是 要大肆搭配为了公益 还是说镇英的居民他有感受问题 他认为说那这样的话 你们好像觉得我们是罪人 说实在我们这站不对啊 而且当初讨论是不分朝野 而且为了我们学生上下学 他们如果有感受问题 你知道镇英站的周边居民多少人 两万多人 这是其中的变数之一 那你问我这次选举 我觉得苏贞昌如果因为 疫情升高了回防 我觉得那是很对的 该回防嘛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国人看这莫名其妙了 你公投大军压境 你因为你的政策很重要 有用电的问题 也有环保问题 有食安的问题 有国安的问题 通通有 你政策要执行要延续 而且是永续嘛 那你们府院党整个全部下来 尤其是地方民态全部下来 连到屏东都几千人 就来听 我觉得很成功 动员很成功 那是因为政策 但是如果你为一席立委 两席立委 然后一席是地方的一个立委补选 另外一个是 无党籍的林长佐 还不是你民进党的 好像你外面的一个石森子一样 毕竟就是说他是无党籍的嘛 那以前为什么有林长佐出现 因为民进党要离让时代力量 他后来离开时代力量 然后他现在变无党籍 那你也为了这个一席 加上林静一席 林静一席不算了 为了林长佐 你也是府院党 你们整个下去吗 我们还有政府 我们还有国家 我们还有执政党 你全台湾为了选举 忙完公投 又忙1月9号这两场 全部府院党 连总统都下去了 我觉得莫名其妙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符合比例啊 那很多民众会看出说 那民进党现在在干嘛 我们真空旗啊 那没有人管疫情 没有人管其他政策 没有人管满脑子就是 那还有郑文灿 绝对要回防嘛 桃园疫情严重起来了嘛 所以如果民进党 他如果看到这个问题 他必须要回防 我觉得这是可能一般民众 越来越发酵的 想说为了这两席 这好像你们全部都下水饺 全部下去了 那如果随时可以真空 为了选举 你们都可以这样干 那可见平常执政很轻松嘛 那也可以反映出 原来全部府院党的动员 你们才能够保到这一席啊 有这么吃力啊 怎么有这么吃力 好那相对来看国民党 国民党呢 我先讲那个 罢免临长左这一意 我请教你们 你们党内互打打到什么地步 你到底在罢免中小平 还在罢免临长左啊 搞错啊 你们打那个 中小平的力道 虽然有人认为他讨厌啊 有人也有竞争关系啊 但是那个党内的活力 你去看看 什么英小威啊 最近大家还有讨论黄女锦儒啊 虽然中小平以前骂过黄女锦儒啊 他在罢免临长左还剩几天 他控制不住呢 昨天还在讨论呢 压不下去了 如果忘了临长左啊 忘了你们到底要干嘛 你们现在好像 给我们外界看了 好像你在罢免中小平啊 好像简单嘛 所以你就感觉说 这场很荒谬嘛 另外中夥补协我刚刚讲了嘛 那严家 严家 严家跟国民党 切割 可以这么清楚讲 那 看看结果 如何分晓嘛 那也凸显国民党他的一个隐忧嘛 不过还是在问一下这个冠婷啦 因为昨天 其实双方的这个争执的焦点 当然都在这个台中捷运站的 蓝线这一块 那昨天这个 就像光琴讲的 闫立民出来之后 战力十足嘛 而且带着里长来喊 那怎么样 那我们当初这些这个支持的这个 这些这个专家跟乡亲 难道说我们都是徒利吗 可是话可以这样讲吗 所以你怎么看 现在到底这个争议点在哪里 很多人讲说这是两面刃 那你们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选举 选到现在 当然对于严家他的一些争议 严家的策略就是 不把他讲清楚 那昨天是非常罕见 就是说我们看到严立民 他出来大规模的开一个计程会 找了一堆乡亲 然后回批 甚至不管是林静怡林佳龙 然后要强化正应上的正当性 我再次重申 任何民代都可以争取捷运 任何人你要蓝线设一百站 你都可以喊 但是你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一个政治人物基本的利益回避 我再次讲 这一站不是说是土地在你家附近 今天你花了这么大功夫 争取的这一站正应站 我们都先不论 右边整个绿色都保护区 你开了一个正应站的路口 直接就在你严家的土地上面 交通局出来对外讲说 这一个捷运站旁边 这个停车场 严家的这个图银车场用地 未来会变更为捷运用地 你问附近的房仲 问附近的建商 这样子的本来的价值 一两千万至少破亿 这个完全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吗 我先讲这是严厉厉 第一个没有回应的 再来我觉得昨天更让我觉得很荒谬的事情是这样 这是严厉厉秀的图 他告诉大家说 林家隆时期也没有事啊 我们现在去让他争取 我就看 严厉厉厉厌手上拿这张图 到底是什么 我记得我以前没看过 哦 为什么 因为林家隆执政时期 在2018年年底 或者中央核定的时候 当时所有的战民 都只有数字跟英文字母 我就想 怎么会有这些中文的战民 他还说什么 我们要设南四坑站 结果我去查 拍谁真的拣死人 他手上那的这张是 网友化的 维基百科下载的 维基百科下载的 这张不是台中市政府的设计图 就要先手上拿这张 你一个副议长 我就讲 我不要谈你哥 不要当立委够不够格 你说你当一个副议长 你跟台中市政府 要这样都不会吗 你这样就拿这一张出来讲说 林家隆时期的规划长这样 胡说真的 这个会不会太扯了 好我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他不跟大家讲 真实的情形 因为呢 这个整个过程是这样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这是2021年的 卢秀燕时期的版本 当时这是2021年的2月的时候 卢秀燕的版本 让观众朋友知道一下 这个捷律绿线是南北下 捷律南线东西下 对台中很重要 为什么 从台中的市区车站 到西屯经过七旗 工业区经过龙井 经过杀戮 最后到无期 那这一次的争议点呢 就是在 这个是宏光科大站 在这B7嘛 那这也是B8是龙井站 简单来说啦 龙井站只有一站 叫做这一个国际街站 那沙路站后来有了市站 总共有市站 那我先讲哦 郑英路可以设站 他其实宏光科大 就在郑英路站的旁边 然后今天赵梢康跳出来讲说 那个宏光科大站 旁边的这个郑英站 可以服务2万多人 错 台中市政府 卢秀燕市长 交通局长 叶昭甫 在2020年9月的报告 写 郑英站设了 只能服务2400人 所以在2020年8月份的时候 台中市政府 卢秀燕不是林佳龙 对议会专案报告说 郑英路站不可以设 为什么 因为服务的人 只有2000多 而且他宏光科大站 只距离700公尺 观众朋友 700公尺是什么概念 台北火车站 东山门到西山门 可能就差不多了 就非常的近啦 就是他就是一个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正英站 你就在宏光科大 写斜线正英站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OK 那你现在为什么 这一站后来 产生争议的原因 因为当时在林佳龙执政时期 我来秀这个资料 来这个是 不要讲我们乱拿资料 我不是围几百个巷子 这是2021年3月份 卢秀燕为了要并更暂体 送给交通部的报告 来我们来看 这里验得很清楚 上面叫可言版本 下面叫做重规版本 什么是可言版本 什么是重规版本 可言版本简单来讲 就是林佳龙2018年 年底可行性研究 获得中央核定版本 而他现在做完综合规划 有对阵庭要改变 那这个简单来讲 重规版本跟可言版本 卢秀燕版跟林佳龙版 差在哪 第一个就是预算 从900亿 林佳龙实习900亿 到卢秀燕1300亿 第二个是阵庭有些改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争议点在哪 宏观科大战 在林佳龙实习叫B3 国际街站在林佳龙实习叫B5 那B4跑去哪 我们中间有一站 叫B4写预留站 然后呢 在卢秀燕时期 他现在送的这一站 宏观科大8月7号 到B7 然后到国际街B9 中间有一个阵营路站 所以他把预留站 设为阵营路站 就这样子 所以林佳龙实习 其实当时我们概念很清楚 就是宏观科大跟国际街 中间距离总共4公里 这4公里一定需要设一站 但在哪里 我们当时认为说还要讨论 可是为什么后来大家会讲说 是在龙井的平顶站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是因为龙井只有一站 然后后来地方这几年的讨论 其实比较多跟主流的意见 是认为应该设在 这一个国际街旁边的这个平顶站 那在这里 2万多人是这里的 宏观科大资料搞错了 当时的所有评估报告 可以服务2万多人是平顶站 所以简单来说 就本来平顶站这里 现在跑到正义站 我说这样都设也可以啦 我觉得这个都尊重 卢秀院师傅你要 就是预算很多 你要多花我都尊重 但你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再次回来讲 刚刚讲说有你土地外 跟他整个程序上正义的问题 我刚才提了 2020年的8月份 卢秀院执政的台中市政府的 交通局的专案报告 写跟大家讲正义路不行 可是到了2021年的1月份的时候 严利敏在他脸书PO的这一张 他告诉大家说 来这是叶州府局长 交通局长 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报告 这他自己PO的 他PO他写什么 跟大家报告 正义路站我争取到了 确定有正义路站 可是说台中市还没宣布 他替台中市政府宣布 结果这是1月对不对 到了2月份的时候 台中市政府对外发新闻稿 是发这一张 2月份 严利敏替台中市政府宣布完的2月份 没有正义路站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严利敏看到说 台中市政府你怎么没有听我的 我对外都替你宣布了 到了3月份 到了3月份 台中市政府送给交通的报告 突然出现正义站 所以就是刚刚不管讲 你的路口开在你沿家 或者是程序上的 很怪异的地方 才为人家起人一斗嘛 这是我第一个要讲的 第二个我要提的是说 这整个捷运站除了这些土地的问题以外 其实整个捷运栏确实真的问题很多 这几天大家陆续又发现了 有一站杀戮火车站 来这个大家看 本来在这里是杀戮火车站 捷运跟火车站要共够 共够什么意思 就是火车出来 你可以转捷运 捷运出来转火车嘛 结果在同一份报告里面 台中市政府居然本来 这是地下化的一个捷运 你有听过全台湾哪一个县市 如果有啦 你告诉我卓安婷 我可能财数学险 从政治力太浅 我没有听过哪个县市 中央核定给你地下的 你跟中央发文讲说 我不要地下 我要改为往北宜高价 比较贵的地下给你的你不要 结果现在跟你讲要高价往北宜 第二个 本来的共够呢 杀戮火车站共够呢 共够没了 往北一变成说没有共够 然后后来现在就被人家发现啊 原来沿加在上面 很近的地方也有土地嘛 那这个地方更好笑的地方 我为什么我说 卢秀燕这次的选举 不是只有盐宽人中二选 他有没有选上 这对整个市府 对于卢秀燕的信赖度 这确实是一个质疑啊 我们看到刚才这杀戮火车站 你知道他在报告里怎么写吗 是不是地方人是会质疑说 那我本来共够呢 杀戮火车站才整修完十年 附近多少摊商 多少人骑在这个捷运 台中市政府写给交通部的报告里 就写说 我上了火车站 我们现在捷运往北一 那本来的火车站 我们建议交通部 你也把火车站往北一 台中市政府可以替交通部决定 把火车站也往北一 你比总统比行政院长还大 那你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说这些事情 我很感谢这次中国选举选举 因为民主制度 让我们这些过去全台湾人 不知道事情 可以张在大家眼前 那我最后要讲 这一些事情 我觉得大家心中也会把他持 当然选战攻防是一件事情 但是政治人物最基本 做到的利益回避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检视 我请问一下卓冠婷 这个中纪南线拍板定案没有 在2018年的时候 中央核定临交通的版本 那还没拍板定案 现在是交通局 送中央审查核定 才可以兴建嘛 他们要对 要做综合规划 对啊 那你现在集出这么多的质疑之后 要不要去跟交通局 交通部告发 因为这电视上讲这么多 直接去拢告发 这个台中南线 不要再盖了 赶快把它弄掉 对不对 我部分同意学友哥讲 我觉得交通部这件事情 一定要严审 那但是因为 对我们来讲 最重视的事情 其实是 2018年获得核定之后 其实本来的 可行性评估报告 应该要更快速的进行 可是一拖拖了三年多 预算暴增400亿 然后路线大幅改变 那这个部分 我们真的觉得说 拖了太多年 当时一个捷运南线 我们争取了几十年 终于争取到 在2018年的年底 中央终于核定 我觉得这条捷运 真的是台中的希望 可以赶快的行建 但是千万不要有 任何的利益在里面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 昨天我们有特别提到说 2022年全球最大的 这个消费电子展 在这个美国拉斯维克斯 在这个进行当中 而且这个光是 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部分 各家厂牌 那真的是这个 百花生宴来形容 很多的这个车民 真的是看得末不转睛 尤其呢 这个昨天敏宽有特别提到 还有车子可以变色的 而且你知道吗 原来这可以变色的车子 后面也是台湾厂商 这次我们台湾又在 这个最大的电子交费展当中的 这个可以说是大放异彩 可是敏宽你说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展览 还有很多很多的亮点 对啊 这次的CES展 想不到一天比一天还精彩 但现在谈一件事情 各位还记得 过年的时候 第一个邓立军复活了 但邓立军就跑到了中国 他们用AI程式 然后呢 他们就把邓立军移过去 那当然邓立军生前曾经说过 如果他去中国演唱 一定是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的一个时候 这句话给退降 很大的一个打击 但第一个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邓立军被偷走了 想不到这两天呢 我们连台积电 连发科 中华电信 包括了国泰金 通通被偷走了 发生什么事呢 最新中国公司市值 Top 20 他其实这个表板 总共有100家 请各位注意哦 第一家是台积电 要不要脸啊 各位 这个真的是吃豆腐 给我们吃到真的是过头了 太扯了 那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叫做半夜吹口哨 壮胆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有中国腾讯 可以说是横遍亚洲 天下无敌手 但他这次把台积电 给他收走之后 其实这张表比较短 后面还有联发科 联发科排在32名 鸿海啦 中华电信 国泰金等等的 也都在里面 中国500大企业 这个吃我们豆腐 是吃得很过分 但为什么要半夜吹口哨 那是 各位要去想哦 为什么要半夜吹口哨 我就把最近李克强 在年前所说的 跟最近孙称南所说的 一口气连结 中国的经济有危险 现在谈为什么 中国经济有危险 李克强在过年前 你知道他变成什么呢 堂堂中国 在过去是首相之尊 中国总理 他说拜托所有国营企业 不要积欠农民工工钱 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企业欠农民工工钱 欠很多嘛 孙称南出来补刀 孙称南现在是国家的副总理 他说一定要给农民工 过一个好年 因为再要过年了嘛 所以代表开票的时间 跟欠钱的状况很多 然后后面李克强 在后面很下端哦 因为这个是国务院的报告 他又加了一句话 这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未来国企 开给中国中小企业的标题 不可以超过六个月 那代表以前开多长 各位代表以前他开多长 所以为什么这时候 要吹口哨壮胆呢 好 我们镜头回到火 这次的CES展呢 想不到一天比一天精彩哦 为什么一天比一天精彩呢 之前才跟各位说嘛 之前Sony他把电动车 载出来 让你评评一下哦 今天亮招了 第一个 他们说他们要开立新的一个品牌 结果这台车 让大家一看之后 吓一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电动车当中 未来会守守自驾哦 所以未来包括了 所谓的影音IP 我要跟你说 我们这台车里面很多电影给你看 音乐的内容 互联网自动化 然后呢 各位请看 这个是白色的皮椅 对不对 四跨式的一个萤幕 他已经跟你说了 我一口气要越过 特斯拉的一个等级 先跟各位谈 在特斯拉里面 四跨式的萤幕 对 然后先跟各位说 太豪华了吧 德国宾室最顶级的 这上面这一小块哦 你知道价值多少钱吗 多少钱 单单这一面 价值台币八十万 他这个是他的两倍 所以现在呢 整个Sony一辆全之后 大家吓一跳 因为Sony现在 在跟各位说一件事情哦 台湾的老一代的人 他们对于车子 有所谓的一个德国迷失 他们都认为德国车比较好 但这几年德国车 妥善率 其实相对来说 差日本差很多 但对现在新一代的人来说 打电动啊 上网啊 对他们来说是每天的事情哦 所以他们对Sony 对于苹果 对于Google 相对来说都是觉得 这个都是国际机器业 这三家都要坐车 哇哦 所以这次Sony说哦 电动车 我们来了 所以呢 我们不只是做 PS5的游控器 不只是做感受器面 不只是做相机哦 你知道Sony一说他要坐车 谁最急你知道吗 谁最急 Toyota Toyota急了 Toyota现在他就突然间发现 啊 过去敌人只有一个 敌人只有两个 现在又有一个敌人 叫Sony 现在说目前Toyota的一个状况 目前全世界 汽车市值排名第一叫特斯拉 市值一兆美金 目前市值排名第二叫做日本Toyota 目前的市值1800亿美金 排名第三的是中国比亚迪 比亚迪目前他的电动车也做非常多 市值1200亿美金 所以这个是目前全世界的市值的一个状况 但Toyota这时候他就很着急啊 为什么呢 我单单在国际市场已经打这些提倫打不完了 我国内的Sony Sony现在自己要坐车不打紧 他还有台积电在帮他 还有台积电帮他 先说台积电目前在整个日本三大金主 日本政府一个 Sony一个 另外就是Toyota旗下的Daiso电装公司 所以丰田渣男这次一口气all in 再来会很多好东西一一上场 为什么呢 一台概念车 动植要花台币 花10亿花5亿哦 他一口气推16台 一口气推16台 目前已经跟你说了哦 纯电动 混合电力 所谓的未来规格的燃油引擎 还有轻汽汽车 一口气他都要推出来 而且Toyota的轻汽汽车 一推出来全世界惊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先来跟各位说 下世代的轻汽汽车 现在电动车在里面 真好开 真豪华 没声音 一切都好 对 只有一个问题 啥有什么问题 充电要充很久 那是 那充电你要充很久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Toyota跟你说 我们用下世代的一个氢气车 而目前Toyota已经创下了世界的一个记录哦 过去我们加油 先生 你车汽油加多少呢 加50公升 加40公升 越大的油箱 代表越重 对不对 你知道氢气一桶多少吗 多少 就跟两个宝特瓶一样大 跟两个宝特瓶一样大 那这两个宝特瓶一样大 多少呢 5.65公斤的氢气油 目前在法国跑出 1352公里的路程 哇 好省哦 各位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加两块宝特瓶 可以绕台湾 绕一圈多 可以绕台湾 绕一圈多 问题来了 加这两块宝特瓶 要加多久 各位 5分钟 5分钟就好了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未来氢气的一个整个普及率 相对于来说 第一个 灰氢 氯氢 整个所谓的一个 颜色氢气 如何能够取得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但目前霸主是谁呢 霸主还是特斯拉 为什么呢 刚跟各位说 前几天 特斯拉股价一口气暴冲 为什么暴冲呢 原来他从 前年的50万辆 开到了2021年 开出了93万辆的一个架构 然后呢 一口气成长了86% 然后特斯拉现在跟你说 我们目前 宁德时代的厂 德国的厂 已经快要做好了 所以未来呢 每年复合成长率50% 往前进 然后重点是什么呢 他们说拐点快到了 只要拐点到之后呢 电动车的价格会快速下滑 它就会变得跟未来的手机 一样的普及 所以呢 特斯拉目前还是最大的一个霸主 但想不到今天又两家又量全 又两家量全了 先来看宾室 宾室在CES展当中 他又秀出了全新的一个科技 他这个全新的科技 我都不知道这车怎么做到的 先来跟各位说 目前人类汽车风阻0.25 大概是所谓的最难突破的一个点 对 他把风阻降到0.17 强哦 降到0.17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升油 升油 因为他的车的主力非常非常小 然后他的刹车 很多的都可以把电能做回收 所以目前这颗电池呢 可以跑1000公里 那可以跑1000公里了 结果呢 我们跟各位说嘛 我们一定要把真相给各位 对不对 今天真相一个大白 先来说MNW MNW不是说那时候他出来 哇大家为之经验 汽车会变色对不对 对啊 超酷 汽车会变色 我们那时候都一直在猜 做中公司的 都共全世界三公司而已 到底是下果然是台湾的元态 又是台湾 台湾的元态 他把所谓的 我们昨天跟各位说 那个电子漆嘛 电子漆的全文叫做E-Ink E就是电子的意思 Ink是墨水的意思 全部都涂满之后 原来这个是有用意的 什么用意呢 他那个时候 冬天可以让你保暖 夏天可以让你散热 所以他是有一个高功能在 那当然 这台车我们有跟各位说过嘛 这个也非常非常酷 为什么很酷呢 第一个速度很快 0到100 3.8公里 航程600公里 他的速度非常非常高 但是电子断电线速 他说250公里 就自动切掉了 不让你再加速上去 怕危险了 真的 今天再秀第二套科技 还有第二套 MNW说 未来在整个自驾世代 我们要给各位 全新的一个感受 所以他们目前推出了 Amazon 8K萤幕 这个8K萤幕 31寸 直接可以挂在你 整个后车座 也就是说未来的整个后车座 就宛如你在家里面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音响一样 那么他们说 什么时候会做呢 他们说现在先采订购 未来豪华车可能会做 这是CS展 一次比一次更豪华 但我一直在想 奇怪了 Amazon的8K电视 好像有点印象 到底他的供应商是谁呢 我们未来会跟各位说清楚 但这是元太科技 真的让全世界大大量的像了 为什么呢 元太科技今天他们也说了 未来的表带 很多地方 他们会把电子纸 一个一个给他放上去 未来色彩缤纷 然后呢 重点是非常便宜 这个都是我们台湾厂 很大的功劳 现在电动车真的是 越来越超越极限 可是刚刚敏宽讲到一个 真的把这个台湾名叫气死了 这个中国居然呢 这个让我们台积电 其实我们要往好处想 台积电强大到中国 现在要来舔台了 竟然的死皮赖脸的 要把这个台积电算作他们的 可是呢 也问一下这个光行 对比台积电强大到 中国要死皮赖脸的 去蹭台积电 可是这几天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台湾艺人又来了 台湾艺人现在又舔贡了 而且呢 是现在红透半边天的 这个肖静腾 肖静腾去帮这个中国合唱 就合唱里面还有两岸一家亲 而且他刻意用台语唱 台语唱里面还放了 台湾的这个景色 所以让很多网友不能接受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有不同的组合了嘛 就是以前是周杰伦跟方文山的组合嘛 对 现在我们注目的焦点是 肖静腾跟方文山的组合 肖静腾跟方文山的组合 就是你看这首歌 后来大家其实后来就说 是方文山作词 因为我后来浏览方文山 他作的词 真的你说 方文山很强耶 上百首有了 在这整篇里面 他如果假冒一个外省二代 因为他不是外省二代 他顶多是外省三代 因为他的爷爷 你看你看这张 你看他这张是 方文山不一样的方文山 这我从那个网路上找下来 他是 陪着他爸爸跟叔叔 回所谓他们江西老家 去祭祖 加上会相亲 还有吃饭等等 这戴着这个帽子 穿着这个衣服 然后背了一个这个红旗 你就可以感觉上 就是说 这个打扮不像过去的方文山 我只能这样讲 可是呢 他也揭露他整个身世 就是他中间隔了一个他父亲 就是他等到他祖父后期来到台湾 那当然生了父亲 然后再生下他嘛 所以他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乡愁不应该如余光中这样 他的乡愁隔了 等于说隔了一代 到他这一代 已经是最多是三代了 那也不如像我们外省二代的那种乡愁 对不对 我们外省二代 以我们这样 我父母亲他们是中国大陆逃难过来的 我们都没有像方文山这一次 表露出在他词里面的这个 同唱一首歌 的这个乡愁 那方文山的乡愁 到底是因为他本能式的乡愁呢 还是为歌而歌 为了附和中国大陆的 所谓的认同感而做这首歌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为了生存嘛 还是那句话 为了生存 可是肖敬腾就不一样 我是第二次在你节目中讲肖敬腾 肖敬腾他不过就是个陈世美 陈世美 他就是个陈世美 他在台湾发起那个过程 我上次节目中有讲 他就跟杨忠伟PK嘛 杨忠伟偷了我们这周年 欧巴桑当时候三四十岁的初心嘛 他就偷心啊 他唱一首听说爱情回来过嘛 好听啊 我就听说听他的歌会哭 我就去看他果然哭了 他那天刚好穿一个橘色商衣 又唱什么听说爱情回来过嘛 啊偷了我们的心 所以我有一次专访 所以我的话说 方文山跟肖敬腾在我的定位里面 还是有一些区隔 方文山隔了一层 但是我觉得肖敬腾就跟欧阳那那 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所以我有一次我就横下心 我就问那个路火会副主委 我就问他说 我们已经 我至少我 我已经不要再费力气去狗尾蓄雕了 我也不要费力气去狗咬尾巴了 累了 从黄安一路到前一阵的欧阳那那 到肖敬腾大家都累了 我说你们有什么办法 拿出办法 我们是有政府的 我们不是没有政府 拿出办法 拿出那个红线来 你骂黄安 那这些人为什么黄安可以回来吃我们的健保呢 对 在那边落魄了 或在那边被攻击了 或是想回来要医病的时候 跑回来台湾 吃台湾资源 所以你红线拉出来 对这些人是不是要继续给健保 这是第一个 后来我又叫他拉一个红线 其实用法律来制裁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的 只有一招 所以我也建议肖敬腾你一了百了 你不要做人家的罪序 我现在在追剧在追罪序 你不要做人家的驸马爷 你不要做城市美一了百了 如果你真的认同那边的话 你不要在那边 让人家恨得牙痒痒的嘛 你不要把我们当作招康妻 你偶尔回来看一下嘛 你以为我们是王宝川苦遥等你18年啊 没那回事 所以鼓励他一了百了了 你去跟人家生而易女了嘛 那你就干脆入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一入籍的话 我们可以取消你中华民国国籍 大家解决一下 不管过去的黄安 邱毅 还是现在的肖敬腾 欧雅娜娜 你如果说觉得你从小到大 你的成长背景都在那边 所以你自然而然融入 那个就是你的父母亲 那个就是你的父亲母亲 就是你的祖国的话 对不对 我们也不用因为你爸爸妈妈 跟我们成长历程是同时的 出你这代也可以啦 对不对 还有那些像吴宗宪这种举家 要迁往中国大陆 什么哪边定居 我还看到另外那个艺人也是啊 举家迁过去 不要只是住那边 不要只是去讨生活 你都已经定居在那边了嘛 你都已经在任同上 也背离我们中华民国 你就入籍 所以今年开春 我希望这些人有guts 有骨气一点 你不要偷做个曲 把我们日月坛101 放进去 真的 你不要来偷着 干你们松果什么事 你也不要隔一层 你不要隔一层 学于小于光中一样 自己扮演那个假外省二代 对不对 你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认同了 有这样一个事业发展 我们祝福你 就差一个动作 我们也祝福你 也牵承你 就入籍 入籍我就跟你拜拜 你也不用回来看我们 你也不用再骗了 两岸骗其实很辛苦的 不过除了关心学体之外 其实最近台湾的疫情 似乎有点蠢蠢欲动 但是比起中国 中国那才严重 而且中国的西安封城之后 现在问题可多了 因为马上农历过年就要到了 农历年后北京冬奥也要来了 所以对中国来讲 这条红线绝对是不能够跨过的 因此在这个疫情爆出来之后 现在中国竟然出了一个死命令 说要清零 结果这清零的结果 问一下敏宽 哇听说本来不该死的 这个清零的这个死命令 比病毒还毒 现在很多人反而冤枉上命 怎么回事 对于中国的官员来说 中国的官员 他们就是一板一眼 上面管中间 中间管下面 但是很多的方法没有变通 但是大家又太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民选的一个制度 没有表达的一个意愿 没有任何表达的一个权利 那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事情会出现的非常非常夸张 同样的出现在哈萨克的身上 等一下我们再回头再来谈中国 哈萨克最近暴动了 但哈萨克的暴动 在星期五下午的五点钟 在俄罗斯的联军出动完之后 大概这场暴动会战告一个段落 但先来说一件事情 一个国家如果常常需要外国的联军 出来做整个所谓的止息的一个动作的话 对这个国家来说不是好事 哈萨克我们台湾比较不是那么熟 先来说这个国家非常大 这个是全世界第九大国 全世界第一大内陆国 面积是台湾的75倍 人口1800万 先来说不是穷国 因为他们是粮食的出口国 石油的出口国 天然气的出口国 但问题在哪边呢 通膨 通膨 为什么呢 第一个政府无能无资金 非常贪腐又非常轻饿 但国家自己有产天然气 结果他们让国家的天然气的价格 采取自由浮动 很多人说 哎哟 有什么问题啊 天寒地冻的 你突然间去涨天然气的一个价格 请各位不要忘了哦 这一波去年开始 全世界的所谓的天然气的上涨的过程当中 台湾一毛钱都没涨 为什么呢 政府说这小钱我们吃得下去 我们的税收是超收的 所以呢 忍下去 我们就忍下去 但是阿拉姆图的一个部分的话 后来主广场被占领了嘛 很多抗议的民众直接杀进去了 杀进去完之后呢 维安部队目前在清场 清场到后面呢 总统他叫托卡耶夫 托卡耶夫 他很侵恶 后面看起来好像没办法 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断电 断电完之后呢 包括了网路 包括了电信一度断线了 目前断断续续当中 结果第二件事情好笑了 什么事 原来整个哈萨克 政治上靠近俄罗斯 但是在经济上完全依靠中国 那中国呢 前三大矿场 采矿矿场 抓比特币的 通通都在哈萨克社工厂 结果呢 因为断电哦 比特币的价格狂崩 哇 目前来看的话 这场暴动大概会占告一个段落 但后面会再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再看下去 西安一转眼 各位十多天了 这两天两件事爆锅 先来谈第一件事情 有位孕妇 目前中国对于孕妇的评价非常高 因为没有人要生 对 这位孕妇已经八个月了 大腹便便 突然间 好像有点症痛 有点症痛 送到医院去 送到医院去之后呢 医院说 现在我们西安就封城 我们就要做核酸 一个核酸 各位做四个小时 做四个小时 这位孕妇在医院门口直接雪崩 雪崩完之后 结果呢 很多人在路边看到 哎呦 这边怎么办 中国人呢 他们就赶快去拍镜头 拍啊拍啊拍啊拍 一拍出大事了 为什么呢 后来大流产 小朋友没有守住 妈妈身体很阴弱 但全中国炸了锅 为什么呢 你官僚杀人啊 你根本不是病毒杀人 是官僚杀人啊 中国人呢 他们就赶快去拍镜头 拍啊拍啊拍 一拍出大事了 为什么呢 后来大流产 小朋友没有守住 妈妈身体很阴弱 但全中国炸了锅 为什么呢 你官僚杀人啊 你根本不是病毒杀人 是官僚杀人啊 你得病毒 你还可以 你还可以医治嘛 对不对 结果你今天说 哎呦 就是要做整个什么 新冠肺炎的检测 要做核酸啊 搞一些五四三的 所以变成什么呢 很多人变成人球 被医院踢来踢去 而这位八个月的孕妇 直接在医院雪崩这个镜头 让全中国人庆幸 天哪 我们的政府长那个样子 真的好痛啊 第二件事情炸锅 第二个再来看 这个是凤凰网传出来的讯息 有一个爸爸突然间心脚痛 心脚痛 各位都知道 那个黄金两小时 三小时很重要 结果呢 送到医院去之后呢 对方的医院说 哎呦 你是那个中度风险区过来的 要测核酸 要测核酸了 结果要测核酸怎么办呢 他就跟你说 一推二五六 拍资了 我们这边已经满了 你也没有所谓的核酸的 一个整个过程 所以呢 怎么办呢 送去别的医院 变成人球 路上漂流 路上漂流八小时之后 他爸爸心脚痛死掉 漂流八小时 死掉之后 各位 他爸爸在医院三号凌晨十四 他女儿写了一个崩溃文 各位 第一件事情 孕妇 在整个医院 先跟各位说 如果在台湾哪家医院 敢这么担大 那一个孕妇在门口血崩 因为要测核酸 那个医院的整个院长 直接会被吊起来 然后呢 这个是心脚痛 心脚痛完之后 还是引爆民怨 而这波的民怨 越拉越大 为什么呢 请帮我换下一张 冰冻三尺 飞一日之寒 因为已经气很久了 怎么 没饭汤吃 一段时间 然后大家东西 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 眼看快换眉 孙春南这时候 赶快出来做止血的一个动作 孙春南目前在压明院 他今天下令 任何人生病 没关系 先接进去 后面再来做处置 可是各位 一个孕妇 雪崩 小朋友 baby没有留住 另外一个心脚痛 已经回滇家去了 这个时候才来压明院 但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是什么样天大的一个病毒 可以让几百个人感染之后 你的整个封城 可以封得这么匆忙 我再说一次 一千多个人 几百个人 你们西安对付不了吗 为什么会怕成这样 重点在哪边 官僚 过去官僚的升官制度 直接跟你说什么 你们的整个省市 县市 GDP做多少 就用这个来升官 现在的审判方式 用整个清零 那你用清零 每个人都压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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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压 各位 一千三百万人 说关就关 结果一关 汽车有问题 半导体有问题 一关 一千三百万人要关 关哪关的 你知道有几个漏洞 根本没有办法 现在很多人连饭都没得吃 怎么办你知道吗 我没得饭吃 你可能还有一点 我拿些东西来跟你换 拿手机出来换 拿电动玩具出来换 拿一些值钱的电信用品出来换 还有人拿Apple的手机出来换 这各位这换拿换的 后面没得换的 该要怎么办 对啊 苹果手机都拿出来 只换一包百米了 对啊 Switch啊 手机啊 拿出来换 然后呢 有一个小朋友 这个也是另外一件 爆仓的一个原因 有一个小朋友 请各位注意哦 这个少年呢 肚子饿 然后呢 他就走下来 走下来手中拎了一包馒头 拎了一包馒头之后 反应人员冲上去之后 就问他说 你怎么跑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做核酸 然后呢 重点后面怎么呢 殴打他 太扯了 殴打完之后呢 被围殴 又上了整个网络 全国又炸锅 全国又炸锅怎么办呢 把那两个打的人 说先关七天 先关七天 然后警察出来道歉 各位 事情是这样做的 好 你今天你这样拼命关 拼命锁 如果有用也就算了哦 目前来看没有用 对 为什么目前来看没有用呢 先来说一件事情哦 西安目前说要清零嘛 对不对 他们说要清零 他们清零的方法 超级诡异哦 他们清零的方法就是 深夜大发把人全部载走 这个叫清零 再去隔壁省 这是都一国的清零 然后呢 一人感染 全区隔离 这到底是不是在骗钱啊 隔离要花钱 是不是有人在里面上下骑手啊 然后里面那些 所谓的一个操作方式 很奇怪 官员居然喷火来消毒 这是当委有不对 然后目前西安哦 天寒地冻 今天又发生一件消息 他们说在整个喷消毒液 的过程当中 消毒液在路面结冰 居然车祸 这种什么蠢事都能发生 什么蠢事都能发生 好 我们要做结论 刚讲的老半天 封城你也封了 孕妇也倒在医院门口了 心脚痛的也回天家去了 什么事情都做了 你有把事情做好吗 没有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 现在河南宇州也要封城 然后你搞老半天哦 还是扩散啊 那现在更惨的一个状况 两件事情 第一个 冬奥快要开始了 到底冬奥办或者是不办 嗯 结果今天北韩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个是你们家最铁的兄弟哦 那个是中国最铁的一个兄弟哦 北韩说为了新冠疫情的一个关系 这一次东京 北京冬季奥运北韩不参加了 各位直接就不参加了 所以后面的一个状况只要跟各位谈几件事情哦 第一个北京到底会不会失守 现在宇州失守了 而再来很多事情你处心几率要把它做好 你可以处心几率的把台湾的台积电拉过去说这是我们家的公司 你可以把我们台湾一些影视明星拉过去 但我们说明子明高该做的事情要做好 千万不要官僚杀人 政府无能对很多人民来说日子真的是非常难过啊 另外呢我们还是来看哦 哇这个礼拜天呢除了中央补选主外 不要忘了哦还有这个怕强案到底这个最后会过关吗 来我们来看呢双方目前的攻防 总统蔡英文一道民众超热情 全场坐满满时隔两年总统再度和立委临场座一起到万华广照宫上香参拜 她的委员会和我最有关系就是国防外交 所以我也感觉很感谢对我们国家国防外交政策的支持 所以我也希望他可以继续和立法院 尤其是我们国防外交和总统最有关系的这个委员会来支持总统 大家说好好不好 好 问一下这个学伟了 你怎么看这个霸场案发起发怎么搞到刑单引之 然后这个党主席呢这个里面都在吵架了 党主席也不出来维持一下秩序党主席不见了 所以我们刚看到的在民进党方面 你看辅院党都已经下屑帮临场座这个大力的这个动员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目前到底这个霸场的情况在台北市是怎么样 现在民进党从自从陈其迈市场补选那个时候开始 刚从市场补选开始 包括公投中后补选还有包括这次的霸场 你会发现国民党先民进党现在他的习性 就习惯把全党绑在一起的这种模式 我辅院党这样轮流下去讲宣讲干什么都一样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提醒民进党 这种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个做法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如果议题风向氛围抓住 抓对了对不对 那你全党升天嘛 就像你蔡英文在选2020总统的时候 因为你抗充宝台发酵了 所以有817万 那时候很多人真的看来韩国瑜票倒不下去 我只有含泪投给蔡英文 这种效应的话是不是一次一次一次都能够测试成功 这个真的值得思考 可是你看这个危险在哪里 这个如果风向在转变 社会的氛围不对 国家的氛围不对的时候 你全党是不是穿同一条裤子 坐同一条船不是整天都沉下去 是不是 这个是在压一个很大的一个宝你知道吗 而且压得很凶 那你说这次为什么朱立伦他的那个 之前在霸场这件事情它显现得这么低调 那时候打气惊到了嘛对不对 那时候公投的时候 哇 意气风发 霸了3Q之后不输 像它风行草原扫过去 整个都稀了了对不对 那时候就开始打出蓝绿对决 我跟你讲 那个不是他意气风发 那个时候是叫鬼上身 叫鬼打到你知道吗 你说实在乎你国民党在整个氛围 社会上国家里面的氛围 你根本就比不上民进党嘛 那你突然贸然就打出一个蓝绿对决 你说你怎么会赢得了 那这人膝围乘也知道 这膝围乘最近又开始忙起来 我就跟你讲说 朱立伦这次讲说 把舞台空间还给选民 就把选举还给选民和候选人 对不对 他就开始推啊 你看那你当初为什么金飞席比 当初你讲说现在霸场是公民团体提出来 四大公投里面有两个是公民团体提出来的 那你去跟人家认养那个干什么 所以你看我就跟你讲 他就把我打死的地方 他就包括说 我今天再怎么喊都不行 只好就撑点烦 丢给民间团体 如果罢不成 跟我国民党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朱立伦从头到尾一贯的就是 没有肩膀 对不对 看到这个事情上你也知道 所以你说钟小平 你说伴手礼带回去 人家根本甩都不甩 你觉得你这个伴手礼还是个烫手山域 处理不好的话 我朱立伦不得再摸民转打回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钟小平让人家没有人缘 不是没有道理 对不对 你要送的东西 你要送个比较那个 可是我说实在话 可是到今天为止 真的有一点氛围在改变的 你知道吗 现在国民党开始 他的四党部 在我们在录影这个时候 他们国民党也在脸书上 发表东西 他们要支持表态说 支持霸场你知道吗 而且包括那个赵绍康 也开始出马了 他还喊出一个说 连结反萊猪 他说你如果反萊猪 就要反Freddy 他叫那些人 能够把他连结起来 一直说 你看很多人都很会 找舞台对不对 只有朱立伦不会找舞台 因为朱立伦 连他舞台在哪里 都还搞不清楚 他舞台已经还给 那个选民跟候选人了 那为什么人家讲说 这个霸场看起来 是多重马车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没有担当 他不敢出来当领头羊 因为他怕担负责任 对不对 那国民党你也没有能力 去整合啊 可是目前看起来的话 霸场的团体越来越多 这个情况说实在话 现在我之前是觉得霸场没过 可是今天看起来之后 我又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氛围透露出来 一些端倪你知道 包括我刚才讲说 多头马车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见识说 为什么 韩国瑜在大安森林公园的签书会 有没有 那工板几个 几天站的 大安区旁边中正区 离蛮近的 他觉得说会不会有外溢效应 这些人搞不好是 从中正区来的嘛 对不对 如果来的话我会喊说 把人家弗莱迪霸掉 搞不好这些人会响应啊 所以说这搭乘这种便捷列车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真的不可取 那好那接下来他们讲说 这个外溢效应有可能是可以支持霸场的力量 所以很多人现在开始下去撑 另外一个张亚中 张亚中那天也看到 挥舞的国民党的那个旗帜 有没有中国国旗的啦 国民党的国民党那个挥制的出来 他都觉得张亚中觉得说 这也人也可以塞人 塞人出来来投个罢免临场所 搞不好还是一个力量 为什么 因为这次罢免临场所的门槛 只要58,756票 58,000多票看起来听起来 那个数字不是很大 所以他们讲说 我只要这边弄转一刀 每个团体多头马车进来的话 搞不好真的可以把临场所罢掉 到时候大家再出来抢功 我也有功劳 为什么他们还闻到了一个味道 就是这一次民众党 他的一个市议员叫做徐立信 他在忘华 你知道徐立信为什么大家会害怕 徐立信他本来是律师 他在法律服务的话 在忘华市场里面 他十几年了你知道吗 他十几年来他也不靠任何政党外援 也不靠政治人物外援 他就在那边扎根 就在忘华市场里面 派了律师帮人家民众做一些法服的工作 你知道 他现在当选议员了 他有2万多票的实力在这边 所以你看徐立信他肢底下也在推动霸场 为什么 因为他忘华中正选区就是他的选区 所以大家看到说你徐立信 民众党如果真的在这边动的话 那我国民党就搭顺风车进来的话 或许会到时奔奔的 我感觉说我也有功劳 在这个选区的话 大家都会想到未来 就像民众党国民党一样的道理 在这个地方 他们的想法就是把林昌左宣罢了之后 未来在这个地方 谁能够胜出 大家才来瞧 问一下这个任俊 其实本来之前是讲说这个罢免 越能越好 会对这个被罢免方式比较有利 可是我们看到这两天 这个服务院党都下去了 而且这个阵仗非常的大 所以现在这个霸场的情势 确实在中中奥华这边 是有这个热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你怎么看 这个对选情 民党最后的这个策略 到底是什么 这个对选情的影响又是什么 国民党的这个态度上面 其实还蛮特别 就刚刚主持人有特别问说 那到底是这个场子里面 到底是要罢掉这个林昌左 还是国民党自己本身 在这里面受伤 因为比较特别就是说 国民党的这个现在看起来 反而是在罢场这件事情 主动者好像变成是 主推者变成叫钟小平了 那甚至他办了一个说 他选前要办了一个晚会 然后说邀请到了这个战斗篮的 这个大家长 我们用大家长来讲 就赵少康嘛 那结果在今天赵少康就出来讲说 如果民进党谁谁不出现 那他就不会出现了 他说他去做这件事情 只是因为不满说 民进党好像不去顾这个民生 不去顾疫情或什么的 结果所以他就跳出来 他说蔡英文如果不来造势 我就取消站台 你站 对那这个问题就回到了 主体性到底是什么 就是如果今天罢免林昌左 这件事情 对于蓝营的政治人物来讲 或对于蓝营的群众来讲 他的正当性来自于是林昌左 不是一个适格的立法委员 对手有没有人站台 这件事情其实不在 你要不要罢他 或你要不要出场的 这个考虑范围里面 因为他如果真的不适格 你应该动用一切的力量 把你的支持者呼唤出来 或者是让那些搞不清楚状况 或者还不是很理解的人 透过你的动员跟你的努力 让大家觉得说 对他真的是应该被罢免掉 可是你现在看到大家对于 要不要参加这个罢免活动 这个场子居然是说 那谁谁谁不出席 那我也就不出席 赵少康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就是要拉高 我跟蔡英文同等级 我要拉到跟蔡英文同样的 他要选2024 你看每个人都自己都有私心 都在做自己的盘算 而且不只他这个盘算 可能他真有这个想法 第二个是他也有人问他说 那党中央怎么样 他说那党中央归党中央 我们就是做我们要做的 所以看起来确实在这件事情上面 国民党在推动罢免离场组这件事情 你说中正万华区老实讲 大家会觉得说 如果国民党要这样推 按照中俄的那个做法 最应该跳出来了 不是应该领预防吗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 这个选战的过程当中 这个万华的这个罢免案 理论上面来讲 蓝英应该要做的很热 但是他做的更冷 也就是中俄这一区 你可以讲说是严加要求说 你不要来 让我自己来打这个选战 那万华这一区 如果你真的认为是真心要罢掉 你们人也都在北部 而且是你们发起的 结果你希望冷 现在反而是民进党要把它做热 这个震荡性来讲就会很怪 所以你看这个场子 如果他投票率 第一个你能不能回来看投票率 比如中俄是投票率如果高的话 那可能对于两方来讲 各自都会觉得说 我有一些变数存在 那可是如果这个地方 他投票率不高的情况之下 对于推动罢免方来讲 其实是不利的 也就是我自己的人的热情 都撑不起来的时候 我如何让这个选票冲上 所以对于这个民进党阵营来讲 他们现在决定要去挺一个 不是民进党的这个林长佐 那他把自己的声势做高 他有个好处是 我把我的做高 因为蓝营不会因为我做高 蓝营就集结起来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们的力量没有那么强 可是我最少把我反罢免的力量 吹起来 那吹起来完了之后 我最少在这个被罢免案的 这件事情上面 我比较占有一点点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 在这一次的这个罢免案里面 会让大家觉得很怪的是 当你罢免完陈柏惟之后 你们国民党的人 是非常开心的 趾高气昂的说 我接下来就是要推动这个 推动这个 推动那个 那结果这个也被视之为 是指标性的一个案子里面 国民党看起来 反而做的比那个中俄还要冷 而且是完全那个指标性 是一个东西 而且这罢免是你们推动的 结果呢 推动的结果又在闹内讧 又在搞内斗 所以或许内讧跟内斗 在这件事情上面 会让大家觉得 大家更冷了 那冷到好像只有一个 钟小平在到处拜托大家 来来来来 而且自己推一个罢免案 把自己搞到四分五裂 是 那问题是一开始的罢免案 很多人只觉得说 钟小平是把这个 这个罢免案的那个 连锁的分数 视之为他回国民党的 那个投名状 那现在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选区的冷 我自己有接触 这个地方的民众 其实很多人就是 看看这个态度 因为你知道罢免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代表的是 政党的态度 也就是我政党在这件事情上面 到底如何透过这些东西 去动员我的群众 让他的热情能够展现 那你可以看得到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蓝绿在这个 所谓的中正万华 这一区里面 那个动员的能量 还有大家投入的那个力道来说 看起来确实是有一些 很大的差别 不过就问一下柏亚了 因为你本身是台北市议员 你怎么看这个霸场的趋势 这个罢免临场所被成功 我们有个对照组 罢免陈伯伟 罢免陈伯伟 当时这个 严家他跨过门槛 跨过两个门槛 第一个同一票大于不同一票 但是只差四四六六票而已 第二个同一票大于25% 其实也是刚刚好多了那门槛一步嘛 那现在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中正万华对于这个罢免案的热度 相较于公投 是更热还是更冷 那我自己观察我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 关于这个林昌佐这边 因为我有陪同他 去走这个中正万华的大街小巷 那我确实感受到说 这个在经过的民众 可能是在一楼挥手的 可能是在二楼挥手的 其实都有出来 或者说路过的人 会说OK好那就要投不同意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说 不同一方的阵营 确实那个讯息有传递出去 OK 这个动员是有成效 反过来看同一方呢 同一方到现在 其实整个动员的能量 你一看来说 跟罢免成博为跟公投 其实还是有段落差 你看像我的同事 这个钟小平 他站入口孤零零的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同区的市议员来陪他一起 打他都来不及了 甚至前几天 这个国民党里面 有两个议员 一个国民党 一个钟小平 我不知道他现在 到底成功回去 钟小平跟应小为 两个议员在办活动 办这个罢免连长所活动 同一时间只相隔 三百公尺而已 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 一个对照组什么 严宽恒跟柯妈妈 两个人相距五百公尺 都可以走到一起了 那这个应小微 跟钟小平差三百公尺 同个时间出现说 罢免临长所走不到一起 这个是什么 其实可以自行去观察 包括说整个国民党 所有的天王 未来说要参选台北市长 蒋万安罢免临长所 这件事他出生了没 蒋万安在四大公投的时候 他只讲其中一个 反来猪嘛 其他三个没讲 这次罢免临长所 他根本来讲也没讲啊 那所以 这个同一票跟不同一票 两边这个动员的力道 其实确实有差距 那么国民党现在说 啊这个是公民团体的 所以他不管 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朱立伦又在当精算师 他可能觉得说 现在走得太近 如果罢免不成 这个账又要算在他身上 所以呢他又选择逃避 可是不要忘记啊 朱立伦每次选择逃避的结果是什么 2016年国民党群龙无首的时候 让一个红袖柱出来当总统候选人 朱立伦逃避嘛 逃避到后来逃不过的时候 他又精算说 好我现在出手换柱 结果呢这成为他政治生涯里面最大的一个污点 最多生然没办法谅解他的一个地方 接下来2016总统选输之后呢 后来国民党呢 一路这个气势不振 甚至到呢这个2020年 韩国瑜惨败之后 国民党要群龙无首了 朱立伦出来了没 没有 他依然选择逃避 一个江启臣出来 后来江启臣出来 好不容易把国民党呢 弄了这样子喘过气来 江启臣要连任的时候 朱立伦又突然跳出来说 看着这个国民党CPR救活了 他现在变成要来承担 一来承担说好罢免陈柏惟 罢成了之后兴高采烈说 四大公投呢 要变成倒戈公投 要给苏正昌岛 结果四大公投被双杀之后朱立伦 现在他又逃避了 不管是台中第二选区补选 还是林昌佐罢免案 朱立伦又选择躲起来 那我觉得 虽然他对于保护自己 爱惜羽毛是很精算没错 可是国民党在这样子的领导风格之下 当然第一个没有路线 第二个没有整合